聽說那個眼淚影片 放大微笑 我那天就是想要 講講就是那時候被 說握手那個事情 那個一直被炒作 很好妳本人 我那個女生是 英能靜反彈回應 包括真相 驕傲 情好握手 異性 賞頭條 我已經兩年都沒有回來了 尤其是台北 然後我其實蠻想家人的 前日子才因眼淚流下來就輸了 傳出昏變的英能靜終於回台 當然要請她好好說明白 因為那個眼淚影片 你剛才知道微笑 我跟那個某斗 是有長期流量可做的 然後他只要有排行榜前十的 就視覺效果我們都會用 我那天就是想要展現一下 我久違的演技 沒想到就除了 等大家真的想像力很豐富 還蠻意外的 因為我那時候在紐約嘛 然後一覺睡起來 因為日夜顛倒 還蠻好玩的 我比較現在笑看人生 自己的生活自己最知道 那你跟我有說什麼 我老公金牛座的 他就是把愛都默默放在心裡 然後他對我一直這八年來 其實都蠻包容的 因為我比較上串下跳的有時候 比較隨心所欲吧 米蒂現在小學了 他允許我做我自己 然後我也允許他做他自己 我們兩個有足夠的默契 就是我們是很好的佔友 最近好像有很多酸命 就是還是會 酸命 一個貼紋底下整形 拿什麼之類的 到這個顏色不動用一點點 這個小醫美的話也是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這也是我的工作一部分吧 但是我覺得我媽給我的底子還不錯 所以雖然有一點點 但是呢 臉沒有僵 其實在家裡 秦先生也幫我照顧得很好 我也沒什麼需要操勞的 所以就可能 歲月比較沒有寫在臉上 這也被一直傳說 就是什麼婚姻有問題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也不會啦 就有點習慣了 是說應人盡這次回來 已有溫蔽打臉之前 在陸中聊到先生不得於醫事 被網友說暗指前夫 我覺得那是上輩子的事情 大家趕緊喝了孟婆湯 就是那時候被說握手那個事情 那個一直被炒作 很好妳本人在搞什麼 那個女生是我的朋友啊 然後她們因為明年要合作一個戲劇 那天我也在現場啊 能幹嘛啊 那種握手 看起來就很 很哥們好嗎 這種 這樣子 我只能說她現在真的是 頂流了 這也是我當時壓寶 只能說老公終於等到有一天 連拍個別人的手都可以上頭條 老婆等到這一天了 非常的驕傲 你跟其他有多久沒碰面啊 我是出來了一個多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她也比較有時間在家裡 我是覺得蠻好的是這段時間 因為過去三年她真的太忙了 米莉很愛很愛爸爸 因為就是一個很嗲的女兒 這次其實她有機會在家裡跟女兒 相處 每天陪她然後床邊故事 我每次都說米莉妳好幸福 妳有個影帝爸爸在跟你演大灰狼 她不會 她非常會帶小孩 金牛座比雙魚 因為雙魚有時候就太寵了 就會說沒關係啊鬧一下就過了 但她不會她會說 妳這樣鬧以後叫不到男朋友喔 然後我女兒說我媽媽都叫到了 我媽媽都叫到了